镜头转到美国来 纽约华裔警察梁彼得 因为执行的时候误杀了非青年柯里 背叛15年有期徒刑 震惊了全美华人 大纽约地区多个侨团紧急动员 计划在20号也就是星期六 举办品量大游行 呼吁华裔的民众一起上街来发声 我呼吁华人华侨社团 全力出来支持梁警官 同时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捐款支持梁警官 这个聘请有经验 有资历的律师来为他辩护 希望能为他翻案 我有一个儿子 他在知道了梁警官这件事情后 还是坚持要去当警察 作为一个母亲 所以我们今天站出来 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华人的一部分 也是作为一个母亲 我呼吁我们的华人的全部团结起来 为我们的梁警官争取一个 量刑最少的 让他这个孩子有重生的一个机会 我们民众大家在热情高度要捐款 要示威要支持梁警官的时候 我们千万要留意 不从表达形式内容标语 不要让人家有义和团的感觉 同时将心比心 如果我们募到的钱 除了支持梁警官这个上述 解困之外 我们把部分的款捐给死去的 这个黑人年轻人的家族 以示我们的哀悼 促进主义的和谐 这是对梁警官 拿到更低更少的刑情 最好的帮助 关注案情的民选官员 侨团以及梁彼得家人 一起召开了会议 呼吁华裔的民众 以实际行动 包括了机械捐款 筹募上诉的费用 以及参加20号的示威活动 来支持梁彼得 也为全美的亚裔警察 争取公平待遇 而会中还提议 要把部分的捐款 送到受害人科里的家中 表达华裔的同情 还有慰问 免得了 帮助 继续 voor 由 主 这 没 ro